美中贸易战打到连台湾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现身说话 表示公司准备好一切提防战火波及鸿海 身为全球电子代工龙头的鸿海 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在股东会上起身致歉 因为公司的获利以及毛利率等数字不如预期未达目标 虽然2017年全年的营收达新台币4.7兆元 较2016年成长了7.98% 创下历史新高 但全年税后净利1387亿元 年减6.68% 净利率2.95% 每股EPS为8.01元 与前年相比都是下滑的 是四年来的低点 营益率则是2.39% 郭台铭提到 接下来这几年至关重要 他没有要在未来五年内退休的计划 并且指出中美打的不是贸易战 而是科技战 而科技战也是制造业战争 美国及中国是台湾的最主要出口市场 分析师曾经表示 美中贸易战可能打乱科技 以及汽车业的供应链 影响全球经济成长 郭台铭指称 过去一年产业市场发生结构性商业模式的转变 软硬结合越发明显 去年营收虽然再创新高 但获利没有达到目标 不过他认为 2018年全球经济还是向上 以及稳定扩张 只是要多留意通货膨胀 美国与欧盟升息速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持续受到结构性调节的影响 还有新兴国家的失约率等等 这些都是挑战 郭董还特别指出美中贸易战是集团要积极因应的部分 高层们都在密切注意 展望未来 鸿海已经拟定好多套的方案 来应对着美中贸易战所带来的最大挑战 至于鸿海有哪些计划 郭台铭并未详述 华尔街电视新闻 记者孙云山整理报道